各位大家好! 今天很榮幸,金科國際股份有限公司由Steven 我本人來介紹這一張 這一張是什麼卡? 叫做EM125K Format的指紋感應卡 EM125KHz Format的EM感應卡 大概給你介紹一下 這是125K的獨頭 傳統的卡片就是這樣子 這是正常的使用 如果你這個卡片一掉了 人家拿到了,下一個人可以去用 這是傳統的EM125K的感應卡 你掉的時候隨時都可以讓人家拿去用 今天金科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金科發明的這一張 將這個東西再加上這個指紋模組的東西進來 所以說你今天這張卡掉之後 別人拿到,沒有辦法去感應 即使今天這個開了之後也是沒有辦法 像這樣開了,沒有辦法去用 你看都沒有辦法用 時間到就消當 所以跟這個傳統是不一樣的 那大概先跟各位 大概也介紹這一個卡片的一個方訊 一個外觀 這個是充電的一個接觸式IC 還有一個指紋Sensor 開關 這是有電子的,一定要先按開關 LED指示燈 再來就是我們先看它的一個厚度 0.81 0.83 0.81 0.82 Sensor部分 0.81 充電地方 0.80 非常標準的一張卡 非常標準的一張卡 那我現在跟各位demo 現在這樣子沒有辦法動 我一啟動 啟動的時候這個指紋是錯的 這個好比說現在你掉了 人家拿到了去幫你開 都沒有辦法用 沒有辦法用 這個指紋只認你的正確的指紋 現在我這個是正確的 好,我現在一開了 一正確之後 開了,你看 有沒有 這個30秒之內 30秒之內 這個LED燈才會關掉 在這個時間內 你可以自由的進出路 所以加了這個指紋的功能 就是非常好,非常的安全 一旦你掉了,人家撿到了 都沒有辦法用 這個是非常安全的一張卡 所以說 比這個傳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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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掰卡 你看你掉的話 就被人家撿走了 指紋的話 今天就是一個方便 就是多一個安全 去管控你的東西 這張卡 只認你的指紋 記得認你的指紋而已 所以今天的產品 介紹到這裡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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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